对很多人来说,失去身边所爱的人可能是生活中最难以克服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分离是突然发生的,特别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那就更难以接受 试想一下,你约好了和家人一起去露营 可是当你抵达露营地点时,却发现营地空无一人 家人也不知去向 你选择留在原地等他们回来,认为他们只是去附近爬山或者钓鱼了 随着时间流逝,几小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你渐渐开始担心,他们是不是出意外了 于是你开始寻找他们 但如果他们永远没有回来,而是从此消失了呢 今天要讲的案件就是这样一起神秘离奇的失踪案件 和从未放弃希望努力寻找答案的人 直到某一天,他们可能真的找到了案件背后的真相 大家好,我是Zin 今天的案件是关于一名1996年就失踪的美国青年Michael 失踪案发生后,他的家人带着无尽的痛苦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下落 这期间,调查当局因为缺乏新线索 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然而同样希望找到Michael的人群中却有一个人有另一个看法 在他看来,案件的真相只能是那样 Michael从小虽然有顽皮的一面 但一直是一个非常体贴善良的孩子 喜欢捣蛋又充满活力 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我们一一天 说话的人是Helen Michael已故母亲的好朋友 她一直陪伴着Michael的母亲直到最后 对于Helen来说 Michael就像是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从小看着长大 有时候Michael甚至叫她妈妈二号 1996年的夏天 20岁的Michael突然失踪了 一切始于他的一次露营之旅 Michael一直很迷恋户外活动和荒野探险 当时他正在加州的红宝州立大学 念野生动物学 他曾告诉自己家人 毕业以后想加入美国森林管理局 并希望能为环保主义经历 Michael从小就非常喜欢露营 他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 加州索诺拉市附近的一个河滩营地 这片河滩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露营地点 时不时就有小家庭或三五成群的 年轻人来这里住上几天 在这个宁静的森林里 Michael经常悠闲地钓鱼 或和他的宠物狗一起玩耍 从小就常来的他 对这里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Michael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6年8月10日凌晨5点左右 天空仍然是灰蒙蒙的 Michael收拾好装备后 放入他的雪佛来汽车内 然后带着他的宠物狗 开车驶离他家的车道 灵行前他留了一张纸条给母亲 告诉他自己接下来几天的露营计划 两天后的8月12日 Michael的朋友们计划去他的露营地点加入他 但是等他们到了那里却发现 Michael不在那 他们抵达营地时是在凌晨两点左右 营地很安静 一开始他们以为Michael正在睡觉 然而等打开帐篷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Michael的东西都在那 但是他却不见了 一同不见的还有他的宠物狗 这个时间不在营地睡觉非常奇怪 于是小团体开始在附近搜索Michael的踪迹 就在这时 一个人从黑暗中慢慢走了出来 他自称名叫Joseph 并询问他们是不是正在找Mikey 小团体瞬间觉得非常诡异不舒服 除了因为Michael从来不会用Mikey这个简称之外 还因为Joseph在提问时 一边看着他们 一边把玩自己手上的点四五口径左轮手枪 简单和Joseph交谈后 这个小团体决定在原地等待Michael 但是Joseph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就待在附近不远处看着他们 期间一直反复摆弄自己的手枪 一遍又一遍地装子弹 瞄准 再推出子弹 而且有一个朋友在黑暗中还发现 Joseph Moss穿着Michael的靴子 就这样 后半夜对Michael的朋友们来说变得无比漫长 等到好不容易熬到早上时 他们立刻报了警 接下来的数天里 警方展开了大量搜索工作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Michael的朋友们也开始逐渐失去希望 认为真的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可是四天后 希望的火花又再次崩发 Michael的宠物狗一拳一拐地独自回到营地 看起来筋疲力尽 同时处于脱水症状 然而很快所有人的希望又再次落空 因为宠物狗归来后 Michael还是没有出现 时间很快来到雨季 大雨冲刷了营地及附近任何可能保存的线索 最终这起案件的调查彻底停滞不前了 多年来这起案件一直被很多网友关注和讨论 例如Red社区 每次提起案件 Joseph有没有嫌疑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深夜中摆弄手枪 主动问起Mikey并监视一行人 还有究竟他的靴子是不是Michael的等等都非常可疑 但有一个和Michael最亲近的人 却对案件抱有相反的看法 Randy是Michael同母一父的兄弟 他坚定地认为Joseph是清白的 Randy称Joseph告诉警方的口供非常可信 他所提供的案件日期和时间等等 和Randy掌握的信息是一致的 在Randy眼中 Joseph并不是案件的主要问题 警方的调查方式才是 Randy口中的Larry就是Michael的父亲 一度他被列为案件的嫌疑犯 因为他和Michael及母亲的关系并不好 直到他通过了警方的说谎测试 并拿出在Michael失踪时 他不在加州的证明才摆脱嫌疑 从始至终 Randy对于警方的调查和搜救工作非常不满 他一直希望警方能检验宠物狗胃里的食物 看看是否能找到些什么 I had no idea that they had tracked the dog 2 or 3 miles upstream And then they lost Wen't able to track it anymore Because there's rocks and whatnot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get some Surf dogs To pick the trail up To see Where she'd come from Because Or Or To Experated dog's stomach To see Somebody in feeding or not That would answer the whole bunch of questions Randy反复强调警方在宠物狗归来的当天 就结束搜查 是不合逻辑的 不应该结束调查 而应该立刻带领搜救犬和宠物狗 沿着路回去 也许就能找到Michael Well why not just get the blood Search dogs And follow the dog's scent Or you know Follow the dog's trail to where it came from Instead of calling the search out that same day 调查人员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这么做 也没人知道背后的原因 但Randy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质疑的人 And they brought the dog back to the camp And we were all at the camp thinking Oh boy now he's going to get it for not You know we just knew Michael was okay And they took the dog And the dog for She was gone for four days now She had lost a pound She was little And her fee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her feet You know you'd think Being up in them hills for four days You know something She'd have little sores on her feet And her feet or something Nothing wrong with her feet And when I asked the sheriff about it I said well did you check her stomach? You know see if she was eating canned dog food Or if she was eating other you know He says oh I'm blank blank We haven't got time for stuff like that We didn't have time for it or something And that kind of irritated me And that kind of irritated me Highland找到警方疏忽的地方不止这一个 在Michael失踪后 警方没有第一时间拖走 并调查他留在营地的汽车 以至于后来的几天 Michael的朋友们或者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他的汽车 关键的证据很可能就这样被抹掉了 All the evidence was tainted as they say And that the car there was three days Or four or three or four days Before they even told it 网友们在谈论起这起案件的时候 大多数的分析猜测都绕不过一个难题 就是警方一直没有公开Joseph的测谎结果 直到最近警方报告终于公开 果然如Randy猜想的一样 Joseph通过了测谎 对此有人认为Joseph就是无辜的 但也有人认为有很多办法可以欺骗测谎医 测谎结果不能完全排除Joseph的嫌疑 除了争论的两派以外 网络上还有一些人认为 曾经活跃在90年代的 加州优胜美帝连环杀手Carrie 才是真正的凶手 出事的河滩就在他连续作案的地区之内 Randy也认为有这个可能 在这几十年来 他猜想过无数种可能 连附近十多年来发生的所有连环杀人犯 都被他怀疑与此案有关 除了被害的可能之外 还有人认为是Michael自己不想再出现在人前 他的母亲和其他几名亲戚表示 在失踪前他正在经历一段抑郁期 因为他暗恋上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Josh的妹妹 这段暗恋让他变得非常痛苦 但一名和Michael非常亲密的朋友 也是露营那天小团体中的议员 Manuel否定了Michael咨询短间的可能 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非常了解彼此 我们在学校里 然后跟他们聊天 然后一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Manuel表示Michael的性格非常积极 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自己的亲生哥哥不在身边后 他甚至把Michael当成自己的哥哥一样看待 他像我老弟弟 因为我弟弟被我父亲的疯狂 和我父亲的疯狂 他像我弟弟 像我弟弟 不过同时Manuel也表示 虽然Michael生活上非常积极 但他的性格却非常内向 在大多数情况下 Michael有点孤独 他自己也很喜欢独处 但是Manuel绝对不能接受 Michael咨询短见的可能 用他的话说就是 这完全不像他 如果不是Michael结束自己生命的话 那么那天森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Manuel对此坚信没有其他可能 除了Joseph 事实上在警方录取口供的时候 Manuel就直接提出了他对Joseph的怀疑 平时Manuel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经常组织露营 或者钓鱼活动 不出门的时候 一群人就在家里聚会 案发那天晚上 其中一人突然提议来一次夜钓 正好当晚有一场流星雨 可以一边看流星一边钓鱼 等他们把装备都收拾好准备出门时 小团体又想起来 Michael正在他们要去的地点附近露营 于是他们决定先去找Michael 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在一起去钓鱼 Mamuel说当时去找Michael的小团体有四个人 他自己 Josh Josh的女朋友Shannon 还有一个叫Ramona的女孩 当Josh的车接近营地时 所有人看到Michael营地前的篝火还在燃烧 随后他们下车 兴高采烈地开始呼唤Michael 那一刻他们都很轻松 突然间一声呼吓 吓得他们都定在原地 Mamuel称当时的恐怖感觉 直到现在都记忆有形 Mamuel称 to him talk to himself do stuff and i believe he was making that amphetamine as michael stepped up on his spot and joey killed him and disposed him because if you're right with that people go m missing all the time and they'll find their body two or three years later you know or a year later but the quality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dismisses a deep fall and i've gotten hurt and we're saying that the animal wild the animals probably ate him or dragged him off whatever but somebody would have found something good this year so i believe joey did something and did it pretty good 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joseph可能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时 manwell表示当时不合理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只是问话语气那还不至于让一群年轻人感到恐怖 接下来joseph做的事情才是让他们几个如坐针毡 manwell认为所有人都被joseph的伪装给欺骗了 无论joseph对randy或是警方说了什么都可能只是他伪装出来的 警方对他的测谎报告也可能存在错误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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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新闻详维持下 manworld担心其实很有道理 多年来,测谎仪的准确性被证明越来越低 由于测谎仪从1921年被发明以来 几乎没有重大的改变 机器的缺点越来越明显 而背后的原理更是脱离如今的科学 测谎仪主要测量生理变化 比如心跳、血压、出汗和呼吸频率等 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 而且通过很简单的训练 就可以操纵部分生理变化 综合大多数美国执法人员的报告 测谎准确率只有70%左右 因此美国绝大多数法院并不接受测谎结果作为证据 虽然测谎结果不能代表一个人是否无辜 但警方还是将其当作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所以Joseph在警方眼里犯罪嫌疑几乎已经降到最低 警方公开的Joseph口供中 他和Michael在营地相遇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互相分享啤酒和冰块 就像好邻居一样地相处着 但在门窝窝看来 当Michael失踪了以后 Joseph还继续使用他的东西 这就很奇怪了 He's drinking and eating Mike's food 10 hours after Mike disappeared So he already knew Mike was gone He knew Mike wasn't coming back at that point That's what it tells me We showed up 10 hours after the last time Actually he said it was around sunset A little before sunset We showed up at like 2 in the morning So at that time sun was sitting at 9 10,11,12,1,2 5 hours after he disappeared You're already eating his stuff Wearing his shoes And drinking his beverages And burning his firewood You know he's not coming back 分析起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 任何一方的说辞 看起来都很合理 也都有相应的证据 可以支持自己的说法 但又没有多到 能证明另一方在撒谎 直到最近Manuel和Randy 建立起联络 两人希望能一起为Michael的失踪 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Randy比Manuel和其他Michael的朋友 都要大一些 在失踪案之前 他们都不认识彼此 现在却是谨慎地 人积极寻找真相的人之一 对于Manuel 他希望找到好朋友失踪的真相 对于Randy 无论Michael是死是活 他都想把弟弟带回家 Manuel称自己自从那晚之后 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变得不敢再去露营 自己也从来没有带自己的孩子 参加过野外活动 这么多年来 他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起案件 他认为破解案件的关键 就是靴子 他知道Michael有一双喜欢的靴子 而那天在树林中 Joseph穿着的靴子 和Michael的几乎一模一样 早在1996年时 DNA鉴定技术还没有普及 很多地方执法机构 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保护 并提取现场的DNA线索 甚至在当时的法庭上 陪审团有时还会拒绝DNA相关证据 理由是这项技术太新了 没有使用的前科 当时的公众还不明白 这项技术将革命性的改变案件的侦破方式 直到近些年 大量的悬案在DNA鉴定技术的加持下被破解 才使得这项技术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 2018年 美国执法机构表示 仅一年内 DNA测试已经成功帮助他们 侦破了28起 积压数十年的未解悬案 2019年和2020年 这个数字更是成倍的增加 它 clicked in my head I was like holy like do they have the shoes that Joey was wearing 每位有需要三样东西 Michael亲属的DNA Joseph的DNA 以及那双靴子里的DNA 作为Michael同母异父的哥哥 Randy可以满足第一项 够幸运的是 Joseph的DNA也已经被收录在警方的数据库内 原因是Joseph在这些年中触犯了其他刑法 被警方因不同罪名数次指控 Mamore认为当年在露营地点 Joseph很可能就是在那片河滩附近自制毒品 而Michael去那露营正好撞上了Joseph 崇尚环保主义的Michael很可能立刻向陈和Joseph对峙 于是怕秘密泄露的Joseph让Michael消失了 能证明这个推论的只缺少最后一样关键 靴子里的DNA Mamore为此在2020年初时写信给当地的警察部门 询问他们是否收集并保存了这些证据 但没有得到警方的回应 之后Mamore警追不放地反复追问 终于警方回答他 他们保留了那双靴子会送去检测上面的DNA 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等待 仿佛任何执法机构都对这起案件的继续调查 没有兴趣 所有Mamore提出的假设都被警方无视 甚至还被警方要求不要扮演侦探 不要添乱 其实不只是Mamore对案件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经历Michael失踪案的人 都多少会有些自己独特的见解 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警方在案件调查方面有着严重的缺失 曾一度被当成嫌疑犯的Michael的父亲 Larry 在一份手写的报告中 表达了自己对警方的愤怒 报告中他表示 看来你们就是想拖掩着 直到我妻子去世就没人管了 Randy曾表示 自己的母亲在得知弟弟Michael失踪的那天起 就已经丢了一半生命 去世前的那段时间 他始终不能释怀 没能等到真相 是他的好朋友Helen 一直陪伴在他身旁 直指他去世 而Helen是除了Mamore之外 第二个坚信Joseph就是凶手的人 在案件发生了很多年后 Helen曾遇到过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时他住在俄勒冈州 有一天晚上他去当地一家桌游俱乐部消磨时间 在那里他碰到了Joseph 一开始两人并不认识 除了Michael的母亲 Helen没有接触过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人 那天晚上 他们坐在一起玩bingo游戏时 就闲聊了起来 那我认识到他 我认识到他几个年纪 在一个Bingo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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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regon 之后他发生了 我告诉他 我曾经工作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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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我曾经工作到那里 所以我曾经工作到那里 我还没有说过 我只说我工作到那里 在那里 他 engaging在那个 他自经营时 他跟这一件事 有个市场 的一件事 被死定了 在一件事 也有一次 在那里 我曾经问他 他经常说 他经常问他 他经常问我 他经常问他 在这件事 我几个次 那么 那中事 我问他 他事 他也曾经 没听过 我 我说 you never heard of michael i said how about sandbar flaps he said i never heard of sandbar flaps and then i says how can't have all the pictures get missing out of the store we always lost our pictures and uh he just kind of smiled at me and walked away and uh oh i said did you do it and he just kind of looked and walked away and um not too long after that he was him and his dad and whatever they uncle left for a pedestal and i never saw him again 虽然joseph通过了策谎口供也被警方认可 诸多不利他的疑点可能都只是巧合 但也有可能他真的参与michael的失踪案 或至少知道些什么是别人所不知道的 另一边rendy一直坚持如果当时警方对失踪数天独自归来的宠物狗更重视一些 比如检查数天内宠物狗有没有被人喂养 或者宠物狗在树林中的轨迹 也许就能找到关键线索并且找到michael 当时的警方搜救队坚持只在林中小道附近搜索 拒绝了rendy提出去小溪下游和林中深处的搜救建议 rendy表示michael并非一般的露营者 从小就热衷户外活动的他有相当丰富的野外经验 如果遇到危险那一定不会只是在小路附近 而是在森林的更深处 rendy认为警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真对待这起案件 他们只能回答那些学生了 学生了怎么还能回答那些学生了 他们要跑出些要求 他们对一些冲安成后 他们不会太远了 能跟你走开 我们必须走路 你不能走路 你stell Cab 你只想到到项路 你不想到区也不想到钮 你只想到到群达 优优独播剧场—— Anyway, we started talking, and there was this—they were having a big fire over there, too. And there was this very nice lady. She, I guess it was a church station, she had finally heard it on a few days later. And she got her dog, and she got a bunch of people, and 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searching with us. And then, she had a bunch of horses and tack, and she offered the sheriff's office tack and horses and anything they needed to go out in them hills and search for him. Um, they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it. 二十多年来, Randy, Helen, and Manwell一直没有放弃追踪这起案件。 虽然他们对案件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想找到案件的真相,并把麦可带回家。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警方能检测 Manwell提到的那双靴子,无论是否能找出真正的凶手,结果至少能提供一个更清晰,范围更小的可能性。